Hello 大家好 最近進入了流感的高峰期 很多學校裏面很多小朋友都病了 就算你過馬路或者坐交通工具 裏面你都聽到有很多人會咳 或者有些流鼻水 打嗑痴 我自己今天講話都有一些鼻蒙蒙的聲音 所以是不是很慈省呢? 另外 還多了很多這些肺炎的懷疑個案 所以大家都人心惶惶 今天就會跟大家講一些強身防病的方法 第二 就會講 如果你真的感冒 你又是哪一種感冒 以及它有甚麼對策呢? 第三 如果你真的病了 有甚麼調護的方式會令自己快點好呢? 這支就是我經常帶備新的食品級消毒噴霧 它可以幫助我在我洗不到手的時候 幫助消毒 我都會安心一點 尤其是平時說完電話 有空都會噴一下 或者你按升降機的時候不要摸眼、口鼻 你就先噴了 尤其摺完小朋友的時候我都會幫他們先噴 因為不可以馬上洗手 坐飛機的時候我都會噴了座位 然後再抹一抹它 或者扶手、座位都會抹一抹 這樣會安心一點 這兩個就是N95的口罩 以及一個外科用的口罩 都可以預防一些由飛沫傳播的病菌 但是一些布口罩或棉的口罩 只可以阻擋花粉和遮蓋的樣子 所以就阻擋不了病 最好就用這兩個吧 中醫理論來說 常見的感冒會分為三大類型 有風熱、風寒和寒濕 如果你是風熱的話 就會通常出現一些喉嚨痛 就算是鼻涕或咳 都會出現一些黃痰、黃鼻涕一結 或者咳一個是啡綠、波子 這種都是偏熱的症狀 另外你也會覺得口乾 如果你是風寒的話 你就會覺得喉嚨痕 如果是咳的話 有些鼻痕痕、打黑痴 接著就會流鼻水 就會是白色或透明 如果你是寒濕來說 除了你會有怕凍 可能你會覺得頭重重 整身周身酸軟 有些肌肉酸痛 又或者會有輻射和嘔吐 這些都是一些常見的症狀 如果配合症狀 我們都會有些茶療 可以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是風熱型的話 可以喝一個帶清熱作用的茶療 會有金銀花蓮橋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舒緩你的症狀 如果你是有風寒感冒 即是有癢的 你就可以喝一個經界的薑茶 第三 如果你是有寒濕 你可以喝一個霍香氣裡面的材料 這些茶療都可以幫助舒緩你不同的症狀 當然最重要都是要病向淺中醫 如果你是不清楚自己是甚麼型 就最好看中醫去對症下藥 就更加穩妥了 因為有時你真的可以偏寒 但裡面有些熱困 這些等等不同的情況 都是看醫生最穩妥 如果你病了之後 就要注意調護 讓身體可以快些康復 第一 我們要少吃一些生爛的食物 例如魚生壽司 果汁或者雪糕等等都不要吃了 第二 一些油膩、煎炸、重口味、咖喱、辛辣 都不要吃 因為會加重皮位負擔 所以都不要吃了 第三 如果你有些溫補的東西 例如雞、紅棗、當歸 或者之前你吃開的中藥 是有一些調補的作用 都不要吃了 第四 一定要休息 一定要早睡 充分的休息才可以有助復原 第五 可以喝多點水 要補充水分 還有 如果你沒甚麼胃口的時候 可以喝一杯暖或熱的米水 讓你舒服一點 第六 如果你在室內的時候 就注意空氣的流通 記住開窗 第七 如果你因為有發燒 或者會有流汗的症狀 最好記住快點換衣服 保持身體要乾爽 如果你是容易反覆感冒 都有可能是因為肺氣虛 這時候介紹一個加味的浴瓶風茶 等你喝完之後 就可以強身防病 沒有那麼容易感冒 廢氣虛 其實就是你一個人不夠氣 因為每個人 是應該有一層氣 好像一個屏風 幫你保護著 阻擋一些病邪入侵身體 這個茶 正正可以幫你建立一個屏風 阻擋著一些外邪入侵 讓你沒那麼容易生病 這個茶 有筆期 防風 白術 和復寧 如果煮完之後 你想有一點甜味的 可以加一些蜜糖 調味 煮的方法很簡單 首先把材料洗淨 然後放進鍋裡 加入800至1000毫升的水 然後大火煮滾了之後 扭回色細火 煮30分鐘就可以了 記住 這個茶 你感冒中 或者病的時候 就不可以喝了 另外 如果你有偏熱的症狀 例如喉嚨痛 有些黃痰 咳嗽 這些都不可以喝了 為什麼很多人會經常跟我說 病也不好 或者為什麼會反反覆覆 都是不好 就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不聽話 又或者他們任性 所以 如果你想快快康復 那些提示已經說了給你們聽了 你們記住要聽話 如果想知道多點養生資訊 就記住要follow我們的IG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次見 bye 這個時候 咳嗽 咳嗽 呃 咳嗽